接着要告诉大家的是 南方澳的青鱼季即将在10月19号以及27号来登场 为了配合今年南方澳渔港启用刚好满90周年 南方澳陶海人协会将举办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而整个活动当中最抢眼的大青鱼 也在今天公开亮相 现在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台湾长达十几公尺的超大青鱼 南方澳一年一度盛大的青鱼季 即将在10月份青鱼最肥美好吃的季节登场 由南方澳陶海人协会与县府共同举办的青鱼季 今年将在10月19到27号之间举行 一连9天的活动 主要是配合南方澳渔港启用90周年 因此今年的活动主轴 特别以九九渔港南方澳 象征南方澳青鱼产业长长久久 南方澳渔港 建港到启用 启用到现在已经是90周年 南方澳澳澳成天創架 会成功的一个基督 他成天是世界上能够比率最高的一个区域 所以可以是比较多大使用 一业可能会成功的先生 今天是政治人在10月9号 然后7号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那今天的青鱼期是整个体肉就是周年 的一个先行的活动 那青鱼也会在南方上 会成为重严的一个产业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竞鱼期的活动 来开始建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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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动 还用协会 还用协会我们就帮我们下水 那边就由他们来追索 今年的活动内容 延续过去的文化采接 在地震头等等活动 另外新增了大青鱼寻港的祈福仪式 欢迎所有的乡亲共襄盛举 一起来享受青鱼带给南方澳渔港的富饶与功修 野兰新闻记者黄文淑采访报导